有朋友就比較兩隻同系的股份 8號和6823 他說剛剛除了息 他說現在能不能進入呢 這些適合偏真的很長線 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的話 問題就是股價升了那麼多 你還博它升得多少 這些是防守性股份 在過去兩個月深水晶的 大家都知道港股不是特別帥氣的 由18000點升上來 但是走勢上也不會令人很亢奮 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回復狀況 但短線我覺得是有機會 有一個回復狀況出現 所以這些防守性股份 全部一律都有機會調整 譬如8號試分4.1 接近4元邊這些位置不足 6823試分10元邊的位置都是不足 論股價的殺傷力就不大 但你會出現這個狀況 為何之前升那麼多 但我一買的時候它就會跌落 很多時候會出現這些狀況 所以你要分清楚自己是短炒還是搶炸 但如果你是長持這些股份 你就不是完全想著一個很明顯的財色監修狀況 因為你拿得很久是深水晶的 我們在圖表上拿一些月線圖是英俊的 即是常常升長有 即是你開始月線圖 但問題是撇除了一些垂淨因素 如果你計算垂淨因素的時候 股價可能放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是10元左右的位置 因為它有一個很高的股息率 每年派6厘、7厘左右 所以如果你真正以收息心態為主 你退休人士來的 買這些股份沒問題 這一刻跟低一點買 你只要都是買一樣的股數的話 結果是不會有分別的 但如果你要博財息兼收的話 這些股份是很難做的 因為有6、7厘股息率在這裡 很多時候都是純粹在股價上扣給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就持有這些股份 一定是以這些持有3、5、7年 不是看股價心態 如果你買完之後 你會很關注股價 你會升跌走勢上面 給你買中去升 都浪費錢、浪費力、浪費時間 我會這樣想 所以分析了自己要些什麼 如果真的想穩健的 買這些股份 例如退休人士 買這些是OK的 但都是一樣短線會跌大問題 起碼每年都會派到股票給你 要不要繼續看 いつ會感覺到 燈和